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現在全世界掀起了綠色革命 很多新式的建築都加入了環保元素 而我們香港這一個彈園之地 也都逐漸出現一些環保建築 這些建築除了設計深穎之外 也都為社區帶來了新的變化 建築設計其實是跟整個城市 跟每一個人系的關係很密切 呂慶耀 Bryant是呂圓場建築師事務所副主席 小時候已經受到爸爸呂圓場 對建築設計的熱愛所影響 自小就對這行充滿了興趣 小時候我記得幼稚園高班 先生就說要同學和小朋友 不如我們畫一畫你的房間 其他同學就畫了 很多顏色 我拿著一枝黑色的筆 一張白色的紙 就畫了一些線 先生見到就 這個小朋友是不是有些精神問題 他就打給我媽媽 他在這裡陪你來接放學 媽媽去到 我今天叫他做這件事 就給了我畫的那張畫給他 我媽媽見到就笑 這個是他房間的平面圖 就是很自然 其實你一叫我畫一個空間 我已經是用一個平面圖的形式去解釋這個空間 所以其實對於這個行業 我想很小時候已經有很深的一個影響 Brian在美國康內爾大學取得建築設計學士學位 在紐約市曾經參與多個項目建築設計工作 但他看到未來的發展會著重在亞洲 於是在99年尾至2000年間 回港發展 加入旅園場建築師事務所 將來的發展我覺得是在亞洲這一邊 亦都身為香港人 身為中國人 覺得應該服務回本身的社區和社會 回來我也有幾大的抱負 就是希望離開我一天 可以最少見到 我當然希望我們公司 但就算不是我們公司 其他香港公司 中國人公司 可以在國際舞台上受到一個尊重 或者受到一個肯定 這是我很想見到的東西 現在事務所在Brian的帶領之下 呂獲殊榮 專案獲選五十多個香港和國際設計獎項 事務所在10年獲建築界權威雜誌BD 選為五十大建築事務所之一 而他自己更加在12年 名列偷視雜誌40嬌子 結春年稱次計師的榮譽 我不是很理會這些名言 我只是這樣說 我有個夢想想香港人 有一兩間公司 可以在國際舞台上受到尊重 這些獎項其實都可以說是一種尊重 但是我覺得公司或建築師 今時今日不是靠一個人 我背後有很大堆的同事 梁先生 其他他們全部在後面支持著我 事務所近來設計多個具環保特色的建築 包括靈炭天地 城市大學學術樓三 八指里公園 觀塘遊泳場館等等 並且獲得多項殊榮 而其中香港首座靈炭建築靈炭天地最為人注目 當中有份參與項目建設的梁文傑 是旅園場建築師事務所環保設計總監 他說靈炭天地是以香港從未試過的設計方法和技術興建的 其實靈炭天地特別是想去試一些新的技術和設計的方法 都用了很多香港未試過做過的事 靈炭天地位於九龍灣常越道 豪資2億4千萬建造 項目提供大量空間作陸化和公眾休憩空間 這個項目獲得Main Park Asia大獎2013最佳創新綠色建築大獎 究竟這座建築有些甚麼特別地方呢 如果說節約材料 它有一些完全可以循環再造的地磚 或者是它本身的那些間長的材料 這些全部都是考慮到它製造的時候 它自己的碳含量 它在整個生命周期的時候再用的時候 它可以怎樣完全100%可以再用 如果說節水用途 我們用了一些不需要用水的尿兜 這些都是一些現在節水也是一個大的題目 另外靈炭天地裏也採用了暫身的系統 稱為三聯工系統 它裡面可以供電 可以供冷氣 甚至供熱量 另外事務所提供的是 除了興建環保建築之外 也會為舊式的大廈重新裝生 翻新成一棟新式的環保大樓 當中華潤大廈是事務所的代表作 並獲得透視設計大賞 究竟在事務所的大改造之下 華潤大廈又變成怎樣呢 我們下一集再看